作词 李宗盛 送你一份清凉 清凉的白光 送你一切 一切美好之光 星光灿烂 祝你平安 向河遍满 天地合唱 星光灿烂 祝你平安 向河遍满 天地合唱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已经讲完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好 下面我们学习的法 今天就是快乐之歌 这也是无诸菩萨做的 因为我们刚好讲 无诸菩萨的佛字心 已经讲完了 然后接着这样讲 很多藏文的版本后面 经常有富有快乐之歌 所以这次利用一节课的时间 给大家顺便做简单的解释 快乐之歌 顶礼上师 快乐之歌 也实际上是我们世间当中的痛苦 欢喜 全部都要转为道用 如果没有转为道用 世间人一般都在快乐的时候 他的法也修不长 痛苦的时候 这个佛法也修不长 这样以后 导致最后在懈怠当中 在伤心当中 不能圆满善根 自己获得的人生 会无有意义 所以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 而且这个修法当中 确实也有很甚深的窍诀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我们世间的任何一个修行人 在人生旅途当中 如果遇到一些错在 或者是一些不幸 因为人生都是 弯弯曲曲的一条路 那么遇到一些取债的时候 他就可以有 转为道用的勇气 转为道用的方法 所以我们现代人来讲 一定要懂得这些道理 其他的高僧道德们的 教言当中也经常这样讲 我们修行 尤其是面对痛苦 首先都是应该有打算 如果遇到病 遇到死亡 或者遇到我身上一无分文 所有的钱财全部用空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怎么样面对 首先都一定要有一种修炼 如果没有修炼 当下你要去应用 有一定的困难 就像我们去战场上的 一些士兵 他还没有去战场之前 一定要对兵器有这种训练 有了训练之后 光是你了解不行 必须要用的 而且用的话 这个动作很线索才对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如何面对死亡 如何面对病苦 诸如这些道理 现在身体健康的时候 心里没有什么苦恼的时候 就经常修行 修行之后 真的疾病来了 真的死亡来了的时候 因为以前都是有所准备的 在那个时候 窍诀一用上 马上用成了 所以这一点 还是每一个道友来讲很重要的 有些人认为 我到死生病的时候再修一修 那个时候来不及了 你以前没有训练 当时心也是非常的着急 这样之后反而生烦恼 起不到作用 所以大家在平时修行过程当中 经常要修炼这些教法 这样之后我们真的 每一个人会面对生老死病 这一点是轮回的必然规律 那个时候你就不会怕的 那个时候一定会用得上 那么今天在这里的意思 它是有病也好 无病也好 有财富 没有财富 很快死亡 长久存活 这些都是 应该我们作为修行人来讲 也不应该过于的痛苦 也不应该过于的欢喜 全部是一种很快乐的 这个欢乐的一个状态当中 面对修行 是这样的一种修法 那这样我们在世间当中 运营众生的 自己和他人所有的这些 看起来都是十有的 实际上根本一点价值 和一点净化都没有的 这样虚幻的殖身 那么如果患上了一些病 得上艾滋病 或者一些癌症 还有一些现在我们世间当中 很难以治疗的 各种各样的疾病 这样的疾病你患上之后 大多数的人可能 心里面特别的痛苦 有一种欲望能不能 这样的病苦当中获得解脱 自己白天晚上 特别上线 我们看到有些患者 真的 他求生的欲望 求生的希望非常大 从他的眼尸里面 都是可以看得出来 他在医院里面的时候 一直盯着医生 看看有没有希望 我现在到底怎么样 是不是真的是很严重了 然后他一直打听 这一点大家都应该 作为凡夫人来讲 是知道的 但是我们真正有些修行人来讲 你得上什么样的病 你得病也是一个快乐的事 你生病的话 这是一个好消息 你如果今天真的是爬不起来 刚才有些道友说 已经叫重伤了 起不来了 这是很好的一种 证悟的象征 说明你快要体悟 快要修行境界 越来越提高 一般我们身体 永远都是健健康康的话 那对轮回也是生不起厌离心 对修法也是增不上精进 所以说我们身体不好 应该是很好的信息 应该快乐 为什么应该快乐 世间人都不会这样说的 是不是你违约了世间的规律 也并不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层面来了解的时候 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的 比如说杀生 毁谤 或者有一些攻击别人 等等恶业 这种恶业成熟之后 我们现代的身体上会产生各种疾病 所以我们要灭尽 习世所作的一切恶业 而且在修行正法的时候 也要遣除罪障 遣除一切罪力 那么修行正法的所作所为 所有的行为 全部必须要清净 烦恼障和所知障 这两种障碍必须要清除 那么这两种障碍 没有清除的话 那我们的修行 也是不会成功的 自相续得以清净 也是无法实现的 要清净这两种障碍 那我们相续当中 肯定会有很多以前 从无始以来到现在 不说无始以来 即生当中也是可能我 尤其是小孩的时候 害众生的 大众生的 这种罪业全部集聚在 我这个阿赖业上面的 可能每一个人回顾自己 童年时候或者年轻时候 你可能真的是杀过众生 吃过众生 那这样的话 尤其是海边有些生活的人 可能是你吃过很多海鲜 吃过很多雨类的东西 不管是天空当中飞的 还是在水里面有的 在山上爬的 这些都吃过的 那吃过的话 这些业力 这些罪业 你早晚都必须要保清 一定要偿还 那你要偿还 按理来讲应该 你伤害别人的生命 用你的生命来代替 但是你现在 通过这样的疾病来清净你的罪状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这样小小的痛苦 可以解决一些大的苦难 我们《中观宝门论》 里面也说了 如一书中说 义毒能共毒 小苦出大苦 若是何香味 在一般古代的一些 医学书里面都已经讲了 本来人们称之为 所谓的毒药非常可怕的事情 但是有时候 只要用得上 通过毒药也可以共毒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身上产生的一些疾病 或者别人对你的毁谤 违缘 心里一些不舒服的痛苦 如果有些致日 把它用得上 然后可以转为道用 在我们人生道路上 许许多多的一些轮回深渊里面的 极大的苦走 也可以以此而消除 所以这应该说 是个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如果患病 对有些人来讲真是个好事 以前朗日荡巴格学 也是说过 他说 我昨天晚上身体特别不湿 生病病得很厉害的 但是修法的效果 确实是反倒 越来越增下了 有些晚上睡不着 特别痛苦 那这种情况下 他就干脆睡不着就睡不着 不睡了 我就开始一直念咒语 念一万遍 一晚上都是念咒语 那这样的话 你修行就越来越精进了 以前《前行》里面有个叫做 吉祥比丘尼 吉祥比丘尼 他不幸患上了农病 也就是说 现在所谓的麻风病 但后来他就觉得 一切希望都没有 然后一心一意地 修观音法门 修观音法门通过修行 在一生当中 也是获得成就的 在历史上 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应该说 我们在座的有些各位 可能身体非常健康 一直是无病无脑 恐怕现在出家的 或者学佛的机会都是没有的 因为当年你的生活当中 遇到了一些不幸 当时觉得特别的不幸运 但现在看来 噢 当时我生一场大病 确实是我修行的 一种最好的因缘 我非常非常地感谢这些病魔 也很感谢这些非人 对我的侵害 可能很多人会这样想的 因此如果我们真的 能享用的话 即使你生病 也有生病的快乐 大家应该觉得 我们在修行法当中也讲了 如果我生病对众生有力 但愿让我生病 如果我死亡对众生有力 但愿我尽快死亡 也有这样的发愿 因此大家也应该想 只要生病的时候 噢 那我就完蛋了 这一辈子 很多这种想法不合理的 真是你自己觉得 身体不失的话 这一点诸佛菩萨和上师 也赐给你一种修法的机会 大家一定要应用上 这样以后 你生病有什么痛苦的呢 也是一个快乐 这就是修行的 一种很好的机会 历代的很多高僧大德 因为生病 他就知道轮回当中 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 尤其是我们佛陀出家的时候 也是生老死病的痛苦 当年他在开始 亲持领受之后 对轮回的本性产生厌离性 有出家的机会 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生病 可能病苦的煎熬 很多人都感觉不到 没有感觉到的话 在轮回当中 怎么会有体悟 或者他的修行有所增上 是没有的 因此在实际的修行当中 遇到病苦 大家也是不要 一直出迷苦脸 叫苦脸天 认为现在自己 一切的一切都完蛋了 不应该这样的 大家应该觉得 这也是一种好的消息 好的一种讯息 以这方面来了解 那自己的修行有所帮助 那下一个颂词呢 就是 若若无病业快乐 身心疏失 善行增 与灵人生俱世亿 三门奉行诸善法 这个字有点小 所以我看都看不见 不是我读得不好啊 字小的原因 你们要知道 呵呵 本来我读得很不好 所以也不能怪 有两种意愿具足吧 如果反过来说 刚才是有病 也很快乐的 那么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没有患上病 身体都非常健康 结实 像牦牛一样 我天天吃得特别好 我身体好得不得了 有些人都自己对自己 赞叹像牦牛一样 我身体好得不得了 有时候牦牛也是会生病的 这个比喻是不是不太恰当 如果没有病 当然是我们世间当中 有很多人觉得 也很快乐的 这一点 可能大家都有共识 没有病世间人们 一般都觉得有病很快乐的 这种说法是没有的 无病很快乐呢 如果世间当中有一个快乐 它会建立在无病的基础上 这一点 世间人们都会这样执著的 无病当然也是很快乐 为什么快乐呢 因为我们身体没有病的话 身体没有什么不调之现象 如果身体很超合 那心情也是很稳定的 心灵也很快乐 情绪没有走路的时候 也是传来传起 平时状态都是特别不好的 不管是听课 听课的时候也 不是这种状态 一般听课的时候也好 吃饭 走路 做什么事情呢 非常的开心 一看到这个人 哦 真的是修行肯定很有力气 各方面很圆满 有这样的 所以身心俗失的时候 所有的善心会越来越增上的 而且这样的善心增上 让我们在难得的人生 就是会在短暂的时间当中 会用得起来 而且即生当中 不管是修加心 念咒语 念佛 还有做方生等等 做任何一个慈善的功德 都非常圆满的 善事善战 因为身体很好 心情很好 做什么样的善战 我们这里有些个别的发心 发大心的一些道友 几十年前也是身体很好的 一直想发心 发心也是很圆满的 那么现在从来都是 情绪上也没有不稳定的现象 身体也是没有 哦 两三天以后 我要打针了 今天缺客 明天又要到医院去 那没有这种现象 这也真的是一种福报 身体没有这种疾病 这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种现象 这也是自己前世所作的 一种善根的福报 自己身口以三门所作的这项善法 全部是非常圆满的 身体 磕头 或者做什么事情 也会圆满的 然后心里面观想 禅修 很多法也圆满 一般佛陀在有关佛经里面 所讲的有一种安乐善谋的 安乐善谋地 任何一个人只要获得 任何感受都是变成快乐 那么身体如果没有病 安乐的善谋地在自相续当中 也容易生起 身体也快乐 心也快乐 有些法师 因为身体很好的原因 他一般讲经说法 从来不需要断掉 这种现象是没有的 我们这里道友当中也是有的 身体不太好的人 经常有缺口的现象 即使你听课 但是听课真的 刚才所讲的一样 没有力气 就像《前行》里面 所讲的那样 我们一般的人 如果得病以后 就像一个石头 打中了飞禽一样 一下子就没有力气了 爬不起来 特别苦恼 那这种现象 很多人都是没有的 这也是有些人来讲 前世没有杀害众生 没有损害众生的 一种福报现前 以前佛陀的广传当中 有个叫做仁妖王子 可能大家都记得到吧 仁妖王子刚降生的时候 他说 我来到这个世间 能治一切众生的病 是世间者妙妖 所以人们成为仁妖王子 但仁妖王子住世一千年 一千年当中 他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 接触到哪一个众生 这个众生的所有的疾病 马上就治好了 他自己一生当中 一点丝毫的疾病也是没有的 而且他的身体 能治好无数众生的疾病 在那个时代当中 整个世界当中 基本上是没有病人的 不像现在那样 现在各种各样搞不清楚的 很多怪病会出现 医生也是苦恼 他天天拿着仪器来靠 靠胸口 听也听不清楚什么 呜呜呜的声音 所以那个时候仁妖王子 不用开中药 西药 脏药 我们有些病人 对所有的药都是没有信心 我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 只好把开水就可以 很多人都最后到了这种境界 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 这个仁妖王子当时 只是治了无量众生的病 后来他圆寂的时候 他的骨灰 涂到哪一个身体上不畏的话 也会治病 然后骨灰已经用尽之后 他火化地方的那些微尘 微尘也是接触到 任何众生的疾病之处 也会全部治愈 当然仁妖王子 在本身传当中 众生治妖王子 众生妖王子 众生妖王子其实 说法上也是基本上相同的 当时他沐浴的水 或者透过他的身体而吹来的风 全部接触到众生的身体的时候 疾病都会全部痊愈 有这种公案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 当然这也是发愿吧 不过在传记里面说 如果后人谁能听到 任何王子的这种名号 也很多疾病自然然消失 我想我们今天 也是通过方便方法来给大家 说任何王子的名号 但愿世间当中 所有很多听到这种名号的人 也真的是病苦当中 也获得解脱 佛陀的真实义 也是不可思议的 我想也有无量的加持 大家也会得到利益的 唐代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杜顺和尚 杜顺和尚的行为 也基本上是相同的 他当时也是 不管是给别人听不到声音的这些笼子 他发出一些声音之后 马上听到声音 然后一些盲人 他面对面地看一些东西的时候 也立即恢复 后来人们都成为花样和尚 所以在历史上 还是非常出名的 所以像这种现象 我们在一些高僧大德的传记当中 也是有的 高僧大德的传记里面也是有的 因此我们自己获得 无病的现象的时候也应该快乐 我以前看见一个传记 叫《侧登教宗》 《侧登教宗》是当时 大概七十年代时候 藏地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家 也是一个副学家 他是非常了不起的 一个修行人 他自己的自传里面说 我现在所谓的 山区里面的七种佛德 什么长寿 还有无病等等 七种佛德 他都全部具足的 从小一直到这个 当时他写自传的时候 可能五十多岁吧 他说从小到现在 基本上是连感冒都没有 拿肚子都没有过 所以我现在 很多人间的福报都具足 恐怕我们这里的很多道友 有没有这样的 从小一直到现在 什么病都没有得过 也没有打过针 没有受过瘾 这种福报 也应该很快乐的 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 只要没有病的话 大家都觉得是很好的 所以恐怕我们这里 也不用多说 但是光没有病 快乐也不行的 你的善法要增长 善法增长的话 那真的是通过没有这种疾病 也能获得的 佛陀在有些经典当中 也是说了 受苦者修行是难以成就的 而享乐者修行容易成就 意思就是说 我们身体实在是不好 整天都是闭目缠绕 那除了极个别的一些高僧大德 和修行经济 非常高的人以外呢 一般来讲 修行的力量和勇气都没有 所以说是非常困难的 而如果你享受快乐 比如说身体也是很好的 心情也非常不错 那这种人 很容易修成一些法 这一点恐怕我们很多人 也有这种感觉吧 你身体特别好 连感冒都没有 心情特别好的时候 我现在闻思也好 背诵也好 什么样都是可以的 如果身体不好 不要说大的事情 连一个感冒 那就早上不想起来了 咳也不想听 也许今天早上有些人都是 因为身体不好 断了传承的 那这种现象 我们世间人当中是有的 一般来讲 确实是在生活 身体上具足顺缘的时候 你的修行是成功的 如果不具足这些顺缘 很难以面对 这种现象是 但极个别的人 一些坚强的人来讲 还是你往往都是 在一些离境当中 或者是在困难的环境里面 你的修行越来越增上 以前帕淡巴尊者 也是说了 他说 人们受得了苦 但是受不了 乐 意思就是说 有些坚强者 在困难的环境当中 他反而自己的修行 也会有进步的 他就受得了苦 我们有些道友 在艰苦的环境当中 他还是一直很认真的 很精进的 确实是能受得了苦 非常不错的 而往往都是一些 好的环境当中就懈怠了 在那个时候 没办法面对 这种现象也是有 但真正的修行人 应该怎么样的环境当中适合 在自己也可以观察 无论是什么样的 以前的一些高僧大德的 一些修行道格里面说 说 达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 你在寂静的山里 你的修行境界也会增上 然后一些热闹的城市里面 也同样 你的修行境界 不会上失的 不会失去的 就这种现象也有 但现在我们要观察自己 总的来讲 我们应该心里面想 有病也是修行的诸愿 无病也是修行的顺缘 这样以后 自己在生活当中 什么样的事情可以面对 信心悲心 都会增上的意思 那么下一个颂词说 如若无财当快乐 无有疏忽忙碌事 所有争断及劳聋 惜有贪物欺 那么下面就是说 如果我们生活当中 没有吃的 没有穿的 非常困难 或者一点财富都没有的话 世间的人们可能觉得 那个时候是最痛苦的 现在是没办法赚钱 没有办法得一些生活资本 那这样的话 他们觉得很痛苦 实际上修行人 另一种看法 那么没有这些财富 也是应该说是很快乐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既然没有财富 那你不会有什么疏忽 就从《亲友书》里面 所讲的那样 所有的这种财物 首先要积累 积累完了以后 守护 守护完了以后 要这么用上 要害怕灭尽 有这方面的痛苦 如果你没有这些财富 你不用关门 你不用天天都是 买保险柜 说是一个铁门 一个铁门不够 外面还要加一个铁门 好像监狱一样 现在很多房子 有很多放到门 放到窗户 最后我们有些料 放在铁笼里面 人自己把自己 也是放在一个铁笼里面 如果没有这样 你的钱就害怕被别人偷走了 但是这样的守护 或者为这些财富奔波忙碌的事情 就没有的 我们世间当中 所有的这些争断 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一些争断 战争 一些互相不愉快的事情 发生的来源 大多数都是财富而产生的 国际上的一些大战争 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 有些是为了石油 有些是为了地盘 有些因为经济贸易上面 互相活作得不成功 而开始打仗 全部都是以大多数 除了极少数的一些争执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以外 大多数都是以财富为目的 而发生的争断 发生的各种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我们从中 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一般山里面真正的修行人 无有无虑 就过得非常安闲的生活 没有任何罪求 佛经当中也是说了 舍望极痛苦 无求最快乐 作到无求者安然耳睡眠 如果我们做到无有所求 到无有所求 那晚上睡觉也是非常快乐 不会很痛苦的 而且这样的境界应该是通过 我们对财富的少于执着 少于执着的境界 才有这样的境界 是秦永书 还是在那个书里面 应该是龙猛菩萨说的 如具知足以宝藏 无有财产正富翁 如果你具足了 知足少于这样的一个宝藏 那么其他所有的 财产都是没有的话 你就是成了一个 真正的大富翁 大富翁 往后也难想 知足现局还 我们世间的一些 帝氏天王或者世间的一些郡主 他们也是很难以享受 世间当中唯一的 所谓的知足少于 知足少于这样的快乐 我们世间当中的有些人 也确实是很难以享受的 因此如果我们有这个财存 过一个知足少于的生活 你经常住在山里面 那这样真的是很快乐 昨天我看见 说是西窗班纳那边 一个南川佛教的 一个出家人来这里 我就看了一下 很羡慕 不知道他心里的境界 是怎么样不好说 因为从外表看不出来 但看起来 除了身上的善业 还有一个长长的轨章 除了这个以外 连鞋都没有穿 你看我们现在修天 没有穿鞋 多难说啊 但是没有穿鞋 我说你坐车来的 还是走路 他说方便的时候坐车 不方便 坐路过来的 看起来很自然的 很快乐的 真正的一些修行人 其实我们的贪欲很强 就觉得是这个需要 那个需要 什么都需要 但没有财产 真的也是很快乐的 有时候我都看到 我下面那个房子 虽然房子不大 跟现在其他的世间人比较起来 一个小小的房子 但里面放一些什么 这个水晶 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心里很不舒服 给别人也是没有用一样 不给的话 看起来很多东西堆在那里 不舒服 我前两天都是真的想了 如果发生一个火灾 这些全部都烧光了 多好啊 那自己买一个简单的盖 什么都没有 包括一些树 以前年轻的时候特别贪树 凡是到一个新华树殿里面 请好几本树 每一次出去的时候 好几本树拿回来 最后现在树也是对着山一样 给的话也舍不得搁一样 那我想 最好是出现一个火灾 全部没有 多好啊 就心里面想 只要一串莲珠就可以了 你看我这个莲珠也是很便宜的 大概是十来块钱吧 97年的时候 当时在成都 有一个喇嘛从乌台山给我们带来的 但现在已经十年了 但这个过程当中 也遇到了很多好的莲珠 刚才有一个人拿的是酸户 今天都是没有听到说 酸户不要给别人 但一般来讲 啊 这个是酸户啊 几千块钱啊 这个是水晶啊 几万块钱 你千万千万不要给别人 但不给别人 我们自己用上的也用不上 尤其是一说这个特别贵的话 像水晶 这些莲珠 不管它是多少钱 连一毛钱都不值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买也买不出去 然后给别人的话 反而可能有些人生邪见 或者生叹息 为什么发誓给我一个莲珠 是不是里面有一个密意啊 所以一般都是不敢给 所以我好多的莲珠就放在那里 原来像是交给僧众念经 叫僧众念经的话 他们很多僧众的管理员不懂 真的是几万块钱的 几千块钱的那些莲珠 他就马上买成几十块钱 这样以后也心里有点痛啊 真的这样也是不太合理 所以财富真是一些痛苦的根源 以前唐代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成员法师 他在山里面修行的时候 经常生活都是随缘的 有人供债的时候 他去享用 没有人供债的时候 就顺便吃草 吃草 有一次有一些别的人拜访他 去的时候 他在山里面拜木材 拜木材的时候 他们认为他是他的使者 但结果大是大自己 看起来都是身体也是很熟 碰头垢面 看起来都是这样 但实际上 内在修行的境界很高的 外面你租得再这么豪华的房子 身体装饰得再美好 如果内心当中 全是贪嗔吃的话 那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所以我们藏地历史上 也是以前华智仁波切的弟子 隆喜隆斗 华智仁波切 他们住在森林当中修行 修行的时候 有时候都是没有吃的藏拔 有一点吃藏拔的时候 隆斗经常供养让华智仁波切吃 有一次有一块饼 当时这一块饼 他好像龙溪龙头 母亲带来的吧 然后准备分的时候 华智仁波切问 这个饼的头在哪儿 尾在哪儿 通过这样的教言 他就反复地思维 之后依靠这样的窍诀 而体悟了 无头无为 一切都是 无有思想的大圆满 最高的境界 就已经体悟了 所以我们真正的证悟 也不在于圆满物资的生活 如何富裕等等 这样来的 因此真的是 现在有些人觉得 我现在是很贫穷的 看怎么办呢 应该找到一个大施主 有些修行人 做梦的也是想 遇到了大施主 还有一些世间人 整天都是想 我怎么样赚钱呢 凡是到城市里面的时候 街上的很多话题 就是如何赚钱 如何赚钱 所以很多广告 也是赚钱的窍诀 赚钱的秘方等等 也有很多 吸引人的一些词语 所以我们现在 这是人们的一种贪欲 但是真正能道用 真正能修行的话 所有的财产 没有也是非常快乐 因为一方面 所有的这些争断 以贪执财务而散 再加上对自己的修行 也是有所障碍 这样之后 大家也应该这样想 没有财产 也不要痛快 觉得很快乐 你看我钱包也丢了 现在什么都没有 那都快了 马上要唱《欢乐之歌》 一定要协助一个快乐之歌 很多修行人可能这样的 但有些居士可能不是这样的 我钱包丢了 里面有银行卡 身份证都是不要紧 回去可以办 但遗憾正好 万一知道密码怎么办呢等等 所以没有财富是更快乐 然后下面讲 有财富也快乐 有些人觉得是会不会香味呢 不香味的 真正的修行人来讲 是什么都随缘 很快乐的 若如有财当快乐 光行福德之善知 暂时究竟逐利乐 定时福德之果报 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具足很多的财富 也是应该是很快乐的 为什么呢 就是有了财富 有了钱财 我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功德 做福报 现在社会当中也是这样的 真的有了这些财富 其实也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不说我们一切殊胜的资粮 本来是佛陀的妙相 也是依靠福报而产生的 不可思佛中 身处佛妙相 就是在《宝马论》当中 也这样讲的吧 不可思议的佛陀 种种的妙相和功德 其实也是依靠福德资粮 依靠财富的布施 依靠财富的一些善巧方面 最后就能获得的 而且佛陀的摄身 由佛的资粮而产生的 然后佛陀的法身 也是依靠智慧资粮而产生的 这一点是龙猛菩萨 在《流石正理论》 以及《宝马论》里面 都有说明的 因此我们有了这种福报 不管是从暂时究竟的角度来讲 可以光行善法 应该可以做很多 有意义的事情 现在人也是这样的 真的有了一些福报 你可以办学校 建议院 还要做各种慈善的事业 真正帮助众生 也是依靠一些福报 福报其实对我们 很多修行人来讲 如果把它用得上 利益众生上面 也是很好的资源 也是方便条件 让我们自己在修饰的过程当中 根本不需要操心 我现在以后要吃什么 我明年到底生活怎么样 房子会不会漏水啊 现在有了很多很多人民币 自己也是不用辛苦了 你马上工人过来 我给你多给一点都可以 你随便给我修房子 修好一点 到时加钱方面不差问题 你给我质量上好就可以了 现在有些道友 很大方 那这样的话 你的修行 现在有些修的房子 各方面都是很舒服的 以前住在草皮房子里面的时候 天天每一次下雨的时候 里面全是水 很苦恼的 后来就开始有钱了 有钱以后改房子 改房子一层不行了 改了两层了 再过三年 改三层房子 自己有了福报 早上起来的时候都是在量台上 就是看起来 我真是有福报啊 以前我来到这个山沟的时候 不像这样子 诸佛菩萨 阿弥陀佛 真的佛陀的加持是不可思议 我太有福报了 自己对自己都是充满信心 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 当时极孤独师长者 他准备迎请佛陀 佛陀在北方的时候 当时成佛之后讲经说法 但没有具体的道场 后来这个长者请佛陀 请佛陀的时候 他想有一个王子 他的徒弟准备买下来 当时王子跟他说 开玩笑说是 你如果真的要想买 把整个园里全部铺满黄金 然后可以买给你 当时那个长者非常的发心 他到那里去 他自己的宝库里面将所有的黄金 用大象拖过来 大象拖过来的时候 王子也是看到他的发心 说感动 然后全部买给他 佛陀也是当时叫舍利子 在那里见金舍 当他监工 舍吉缘和监缘全部都是让他来当 然后他就戴着一个安全帽 天天都是在那儿 嗯 开玩笑 然后开玩笑 有时候佛陀的故事 太现代化 也不太很好 不过有些 内容应该是相似的 当时有没有安全帽 不太清楚 是这样的 当时应该是舍利子开始看 到了还没有真实见完的时候 有一次舍利子告诉长者 说你看天空当中 出现了什么样的景象 极古都施主看了 看了也是没有看到什么 然后他说 我没有看见什么 他说 我哪可能你的肉眼看不到 依靠我的天眼来看 然后他加持之后 一天眼看 天眼一看 天空当中有许许多多 非常美妙的供典 他说 这么多的供典 是什么供典 他说 舍利子说 这就是你因为造了 这样的金舍供养佛陀 这个佛宝现前 现在的六种余天给你制造供典 那么你死了之后 转生于道理天 因为道理天的佛宝是很大的 可以清修佛法 不会堕落等等 后来他说 既然这样的话 我也发现 我可以转生到 山区天界当中去 那个时候逐渐逐渐的 其他的供典全部消失 而道理天的供典 金碧辉煌没有消失 所以像这些福宝 有些当下依靠财富来可以获得的 当时因为供养佛 圆满的资粮 乃至生生世世 不会变成贫穷者 佛陀的有些传记当中 也是有吧 像《无如王》 以前也是对如来供养一些财富 最后导致后来的果报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很多的财富 很多的福报 其实以前自己造一些善根 然后做一些布施 通过这样获得的 现在我们有时候 真的也很随喜 有些大老板 大施主 他们对寺院 捐的钱特别多 供养僧众 看起来成千上万的僧众面前 做大供养 那这种福报 生生世世都是不会耗尽的 尤其是他以无有自私自利的心 以菩提心来摄持 那这个功德真的是 无法言表 无法描述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如果真的有一些财富 也不要特别的苦恼 啊 我现在有钱了 怎么办啊 我花不完啊 那怎么办啊 那没事 你有很多钱的话 马上供养僧众就可以了 或者是我们世间当中 有那么多的一些贫困者 有时候真的看得出来 有些大学生 他读不起书 特别的伤心 然后给他 给了一些学费 那么有时候真的 哎 钱还是很有价值的 真的是 世间一些富翁的人 他到宾馆里面 马上花钱了 那这样不一定 有真正的利益 但是一些穷苦的人 贫穷的人 他依靠这些钱的价值 一生当中也是 对三宝起信心 乃至生生世世 不会变成愚昧之人 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利益 所以当我们有财富的时候 应该把这些财富 用在一些有意义的上面 这样之后 也不用痛苦的 但世间当中 一般有财富而痛苦的人 就比较少了 很多人 包括有些修行人 我以前不成功的时候 没有财富 现在三宝的价值是 我才有了今天 你看我现在 各方面的条件是如是好 你不管是坐在那里 都可以全是很好的地毯 你坐在这个地毯上面 都可以 以前你坐羊毛店 都是不太舒服 现在我有条件 没事 很多人觉得自己是一种成功 但是如果没有用的伤 确实财富对修行人来讲 是一种障碍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不管是在家人 出家人 有了财富 天天都是为这个事情而忙碌 处理这些事情 对修行一定是有损害的 所以说 一般初学者来讲 可能没有财富 做一个平平淡淡的 或者过一个平平淡淡的生活 做一个普普通通的 修行人的话 自己也是比较方便 佛经里面都想 不躲两边吧 不躲两边就是说 也不能过于太贫穷了 也不能过于太富裕了 那这样对修行中等者来讲 非常之适合 但是有些人对利益众生的 发行力量比较大的 这种人面前说 财富有一定的用处 对他来讲 还是有一定利益的意思 那么下面说讲 如果我们很快就死了 看你的病就没有希望之了 就已经到了最后的晚期了 那个时候你也应该快乐了 不应该想 啊 我现在没有希望活着 那怎么办呢 不应该这样的 应该快乐 为什么应该快乐呢 因为你如果很快地会死 本来在你的一生当中 还会遭受一些修行有违缘的痛苦 但是这些违缘 没办法对你成绩 就是不可能阻扰你 再说自己 因为现在你是修行佛法 很多方面的善缘具足 那么这个善缘 其实结上来世的善缘 跟来世的善缘结合在一起 正好现在我各方面的 比如说有些出家人 你的戒律也没有坏坏 善知识也已经摄持了 然后自己该修的法 已经圆满修了 那这样你现在早一点死了 你以出家身份 或者是以修行人的身份 你皈依的身份 再这样死的话 那你是很快乐的 应该值得死 你以后一定会 趋入解脱的妙的 一点担心都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很多人就害怕自己 将来变成一些 不如法的这种人 所以说自己都是 啊 现在正好 已经原来不是有一次 法王如意宝灌顶 灌完顶之后 有一个道友给我说 哎 今天灌了那么殊胜的顶 刚好这个誓言也没有破 我很快死了多好啊 因为没有破誓言 我现在刚好得了这个法 之后死了也很好 以后自己很多的情况 自己也是不好预测的 因此现在死了 大家都觉得很好 我有时候真的有这种感觉 现在如果死的话 其实该做的事情 很多事情都已经做了 而且虽然对佛教 没有做什么有贡献的事情 但是也没有做一些 悲坏佛门清贵的一些倒退的事 这些也是没有做什么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人的分辨念是很难说的 一旦遭受一些 大违缘的时候 会不会对佛教 带来不好印象 那不如早一点 死亡都是很好的 以前仲敦巴格西的一个弟子 叫萨西 萨西当时当年 不幸的一个纷争当中 他死去 他死去之后 仲敦巴非常惋惜 非常伤心的口气说道 说 太可惜了 我的萨西格西 如果三年前死的话 他是以三藏法师的名义 身份来死的 但可惜 他现在不是三藏法师 因为他当时是还俗了 还俗以后去死的 还俗以后 到战场上去死的 那这样的话 真的 我们有些道友 现在都是出家身份 也获得到一些灌顶 获得了一些上师的教言 然后对佛法三宝 没有生邪见 那这样很清净的 这样很清净的死 对来世来讲 尽上一个很好的善缘 本来你在修行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一些 违缘和恶缘干扰你 但是这个干扰没有成功 你现在这样死去 那真的很好 所以真的有时候觉得 现在各方面对佛教稍微有利益 自己的心态 也对佛法有信心地 在这个时候死掉 一点都是不惋惜 否则倒是 比如说我们有些出家人还俗而死了 或者一些在家人 对三宝起邪见 对警告道友之间 发生一些矛盾 然后这样而死 那最后的后果 非常可怕 所以我们藏族人 一般都是出家人的身份 是觉得对家里来讲 也是很光荣的 以前我们家乡 有一个老乡 他的儿子先出家 他当时出家的时候 也是希望很大的 一定要当一个法师 但结果没有当成法师 反而以出家身份 也给别人打架 做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中间也是 关了几年的监狱 从监狱里面出来之后 他就娶一个妻子 然后他们就开始 搞婚事 这个老年人给我回答的 今年很丰富 正在那个时候 当天他的父亲特别地伤心 然后别人说 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他说 哎呀 我的儿子如果出家身份 今天办上师 我肯定很高兴 但不行的 他已经在家身份 搞习施 真的很痛苦 他也可能 真的有道理 所以如果自己的修行不成功 到了万年的时候 自己也是觉得非常伤心 有时候人的分别念和恶缘 真的很难以预测得到 现在我发誓 根本不设计三宝 但是以后遇到 种种危害的时候 会不会能受得了 以前《前行》当中 也有一个比丘 有一个人首先可能他自己的密友 变成怨恨的敌人 然后以种种原因 他就开始入了佛门 就变成出家人 变成出家人 他非常精进地修行 精进修行之后 最后在历史上 成了一个唐巴比丘 还是身心都获得自在 有神通神变的 在虚空当中都有自在的 飞来飞去 最后在一个地方 他在修行 修行的时候供施子 供施子的时候 来很多鸽子集聚在一起 集聚在一起的时候 当时他生了 一个不好的念头 他心里面想 哎呀 如果我有这么庞大的军队 因为鸽子有时候 我们在一些花园里面都是看到 以前去海南 当时我想起了 唐巴比丘的公案 当时我们围一些鸽子 那几千几百鸽子 全部就飞来了 特别多 然后那些鸽子 全部就聚在他那里的时候 他当时想到 哇哟 这么庞大的军队 是多好啊 能足够消灭我的那些敌人 他就产生了 这样的恶分别念 结果真的是 自己的心没有转为道用 后来他还手 也变成一个军队的首领 就开始跟别人打仗 杀害了很多的众生 所以有些人 人的一生很难以保握 以前在藏地 刚开始出家的有些修行人发愿 我终生当中 不做任何坏事 但后来在藏地文革期间 因为当时时代的变化 人性的分论 最后造了很多很多 不可想象的恶业 如果这样 我们真的早一点死去 这世间当中 没有什么可留念的 现在快死就快死 真的我是经常这样想的 哎 现在该做的事都已经做到了 如果一生说 治不好 那一点后悔也没有 不知道临死的时候有没有 现在一点都是没有 哎 挺好的 那什么时候死去 再活着 也没有什么 如果真的有意义 那不一定是 以前不是无足菩萨 要接近圆寂的时候吗 接近圆寂的时候 很多人都请求他 他说 你不要舍弃 我们可怜的众生 你要想到 你弘法利生的事业 你一定要 还要长久住世 然后无足菩萨说 长久住世的利益众生 不一定要长久住世 如果有境界的话 那死了以后 也可以度化无量的众生 那么我死了以后 跟到你们也是无二无别的 我经常可以处于你们的身边 你们自己祈祷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没有信心 我活在你身边 也没有用 天天吵架打架而已 当然 这个都没有说 我开玩笑的 我有时候可能说得太快了 说开玩笑的是 你们根本不知道了 当时无足菩萨 也是这样说了 如果真的对众生有利 不一定住在这个世间 到其他沙头也是可以的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世间上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当你遇到一些 死亡的消息 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你也是应该坦然地面对 应该欢笑 啊 快乐快乐快乐 听说我活不了了 那多快乐 阿弥陀佛 马上要拜拜了 啊 请世间的人们再慧 再慧 我们到上海的人就说 再慧 再慧 再慧就是再慧的意思 倒是说 再慧 再慧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快死了 也是很高兴的事情 下面就是说 如果不死 死不了的话 也是很快乐 也是很快乐 其实你们背下来 背下来的话 修行过程当时 真的有帮助 刚来的时候 我都觉得 刚来学院的时候 我就实惊地背这个 佛教里面有这么好的窍诀 以前自己读书的时候 很多心态 完全是不相同的 当时有这种感觉 如果我们没有很快的死亡 活得时间非常长 那活了很久 在这个世间当中 也心里面应该觉得很快乐 不要想 我这个坏蛋还死不了 有些老人一直等死 害怕自己不死 什么时候我死掉啊 早一点死掉就多好 很多人都这样想的 但不能这样想 你活在这个世间当中 长久住世 对众生 弘法利生 也有很大的帮助和利益 然后对你自己来讲 修行体悟的庄稼 长期依靠上师的窍诀和教授的 温暖和因缘 他的潮湿和温度 湿度的话 那么你修行境界的体悟 越来越茁壮成长 一定会成熟的 很多修行人 因为上师讲了一些教言 讲了教言的时候 自己刚刚认识他的一些 比如说 我们《大圆面》里面讲的信心本性 禅宗里面说的 也是认识这种信的本性 那这样的话 上师讲了以后 我们长期没有修行 长期没有修行 虽然你开始的时候认识了 但是你没有长期这样的修炼 有时候这个境界不是很高的 如果你活的时间长一点 每年闭关一段时间 或者每天稍微修一下 那么你的修行 越来越增上的 我们上师如意宝的传记当中也是 他老人家 二十几年证悟的境界 三十几年 五十几年证悟的境界 都说是不相同的 越来越有进步的 到了六十多岁 接近圆寂的时候 上师都说过 我如果还继续修 那我修行的体悟 还会提高 还会升高 所以我们这种人生 非常难得的 在这样难得的人生 如果你活在世间当中 真的是那个 比如说我们别解脱戒 不说密宗话 别解脱戒当中 也是戒律清净的 修行精进的这些老修行人 获得时间越来越长 也是对世间有利的 对他自己也是有意义的 别解脱戒里面也讲了 说是 佛林间 莲埋施安了 以前在《三戒论诗》当中 也是引用过 一些广闻博学的 戒律清净的 修持佛法的这些修行人 你到林间去 你莲埋的时候 也实际上是很快乐的 因为一生当中 都是修持善法的 那你活着时间 越来越长也是非常好的 聚集九存活 能作大福的 《四百论》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具有戒律的 修行精进的这些人 你活的时间当中 时间越来越长是越好的 当然有些高僧大德 真的是 活一天 对众生的利益 都是不可估量的 我都经常想 法王如意宝 七十来岁的时候圆寂 如果老人家 还活着八十多岁 九十多岁 那一天的功德 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不管是他的发心力 哪怕是他说的 一句话的力量 也是非常大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说过 就是说人老了以后 别人对他的尊重 别人对他的信任度 会越来越高 因为年轻的时候 虽然这个人 还是有一定的功德 有一定的修正 但是很多人 都不一定认可的 但人越来越老 修行境界越来越提高的时候 很多人对他非常崇拜 这是我们可能 很多高僧大德的历史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以前那个学院老和尚 从他的念谱上看 基本上他上了一百岁以上 他的事业都是更大了 不管是全世界也好 讲经说法也好 还有光是弟子 修建寺院 很多方面看 他在年龄比较高的时候 利益众生的事业 是更广大的 大概是一百一十二岁吧 一百一十二岁的时候 我们原来也是讲过吧 当时有几个坏人 打虚应老和尚 后来他在这样的一种昏迷 或者这样的一种境界当中 他亲自到渡水天 渡水内园 渡水内园有无数的眷属当中 见到弥勒菩萨 当时寻老和尚说 他已经能认识的 比如说 荣经法师 直播法师 他认识的有十来位法师也在那里 大家见到老和尚的时候 都会讲 诶 老和尚来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知道 渡水天的时候 他们说汉语 是不是汉语 不是吧 那个时候可能语言都变了 然后大家都对他 非常的恭敬 他住在阿能尊者的旁边 阿能尊者是威罗师 坐在这个旁边 当时弥勒菩萨开始 给他们讲微信十顶吧 这个是经还是论典 是微信十顶 讲这个 到了讲中间的时候 他就不想去 弥勒菩萨要求他 到人间去 然后他说 我老和尚业力深作 我现在不想下去 但后来弥勒菩萨说 你永远未了 还是要下去 就讲了一些颂词 讲的有些颂词 徐尼老和尚也说是忘了的 有些苦海慈航 无声退却 连开离水 断足佛陀 有这些偈颂当中 有些就已经记得到 有些记不着 有些弥勒菩萨对他亲自受 不太方便等等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 有些老菩萨 还继续长久住世的话 你也许一百岁 一百十二岁左右的时候 又可以亲自到一些 清净刹土去 所以你现在三四十岁的时候 哎 现在人老了 该圆寂了 不能这样说 应该要发愿 发愿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真的是自己想 我要活一百年 现在徐尼老和尚 不是徐尼老和尚 不是徐尼老和尚 那个本老和尚 那天我在弘法师的时候 见到他的时候 你还年轻呢 你还年轻呢 他对我说 你还年轻呢 你是小和尚 我说 我怎么会是小和尚 现在已经老了 但真的是 他一百岁的话 我的一半都不到 他这样说 真的从本王老和尚 也是 如果他在四五十岁 五六十岁 那个时候圆寂 他后来这些弘法事业 如是广大的事业 都是没有展开的 所以说 正因为他老人家 住世的时间长 所以利益众生的 这种事业也非常广大 当然这些是 高尚大德而言的 但我们一些平凡的人 觉得是 活得时间长一点 还是快死了 如果你的修行 比较圆满 不足什么违缘 那真的是 活得时间长一点 好 有些老年人 老菩萨 也不要一直想 我现在该死了 马上要离开世间 不能这样想 一定要长久住世 那么我也祈祷 你们有些老菩萨活在世间 虽然有些人在嘴里面 只有一颗牙齿 有些有两颗牙齿 但是有一颗牙齿 其实也是很美的 所以你年轻的时候 不一定有这样的美丽 住在这个世间 应该利益众生 老年人是真的这样的 我的母亲经常这样说 你们会不会提前死了 不如我先死 我这个老年人 怎么还死不了啊 我说了 你不要这么说 你现在也没有造什么恶业 每天都是念一点 普贤心愿品 发一点善愿 念一些佛号 几万遍佛号 每天都在念嘛 那这样的话 你现在不造恶业 你还是多发现 那倒是 那倒是 他不是说话语 但可以说 那倒是 因为心很容易变吧 但是我们藏地的很多老年人 有这种感觉 他的儿子或者他的孩子 如果提前死了 别人都说说 这个老年人可能是魔王 他把他吃掉了 他死不了 他一直当这些孩子们死掉 有这种说法 所以很多老年人觉得 自己提前死了是光荣的 但其实一样的 孩子提前死了 和你后面来的 凡事都要经过这四路一条 都是四路一条 是吧 四路一条 是不是这样的 好 不说了 总而言之 修行的境界真正体悟的庄稼 还需要上师的教言 再不断地修行 还要成熟的时候 因此如果我们活在世间上 越来越长 越来越悠有 最后终结的时候 就这样说 无论如何皆快乐 不管是怎么样 我们在世间当中 一切都是快乐的 你有病也好 无病也好 有财无财 或者快死了 活得时间很长 不管什么样 世间当中 这些都是比较执着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想 一切都是快乐的 一切都是从内心当中来讲 没有什么痛苦 米兰尔巴尊者的 传记当中也说过 说内在快乐尚未得 未在还乐痛苦因 如果我们内在的快乐 没有得到 光是外在的今天受用具足 今天权力 地位等等 具足圆满是痛苦的因 没有任何的意义 这样我们到达什么样呢 你什么样的境界 都是可以快乐来摄持 以前噶当派的一些高僧大德们 经常这样的一个教言 苦是无爱好 乐是生严厉 世间人是相反的 苦的时候就发出爱好声 乐的时候就是欢喜心 但是噶当派的教言里面说 让你痛苦的时候 不要出爱好声 那个时候笑咪咪的 今天我遇到痛苦了 但快乐的时候 世间人那个时候 这种欢喜心抱不出的 当你发财了 有些是得奖 得奖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相爱 特别的快乐 我都想是 我以前在中学的时候 有一次老师批评 在全校当中 因为把别人打得很厉害 大家在全校里面 爱一个处分 当时都是我们附近的一些领导 都过来开批评会 当时特别的伤心觉得一辈子都是 再没有抬起头的机会 然后后来接近毕业的时候 当时得奖学金 也是全校里面的第一奖学金 说是三十二元钱 你现在记得很清楚 在七十年代的时候 三十二元钱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在那个时候 我去带一个红领寄 到前面去领奖 我想这一生当中是最快乐的事 但是现在看来 这两者都是不应该有的 应该快乐的时候 欢喜心和痛苦的时候的爱好 在盖端派的教言当中 真是非常平等 因为所谓的欢喜 是内在的一种欢喜 而并不是外在 依靠一个物质而得到的 在生活当中 一切都是以快乐来摄持 米拉日巴的一些 其他的道歌里面也是说了 说是 见起身体如苦路 触地见之内满框 见起内心如佛陀 如来见之生欢喜 意思就是 米拉日巴当在苦行的时候 如果见到他的身体 就像是骷髅一样的 见到他的身体骷髅一样 不要说是亲人 怨恨的敌人看见他 他可能生痛苦 会流泪 但是他的内心 就是跟佛陀一样的 如来见到他生欢喜心 可是我们凡夫人 恐怕是没有的 其实有时候这些境界 我们是很羡慕的 表面上他的身体 还是很憔悴 很瘦的 但实际上内心的境界 一定增上的话 那么诸佛菩萨 也是生的欢喜心 所以我们应该 像《经庄严论》里面所讲的那样 一切法 关入幻化一样 当你转生的那一处 就像是有一些花园一样 当你成功也好 失败也好 一切都痛苦 烦恼 不会危害你 不会生恐怖 到达这种境界的时候 在我们轮回当中生活的 任何一种感受都可以面对 我们一般的凡夫人 有了这些修行经济 确实也是可以的 当你遇到什么样的快乐 痛苦 都可以贪婪地面对 这种修行境界 不一定要佛陀的境界 当年佛陀的传记来看 大家也清楚 当年佛陀得成就 开悟 获得佛果之后 有成千身亡的世间大王奖相 地色天 大自在天 很多的天王 恭敬 赞叹 赞扬 那个时候也没有 生起极大的欢喜心 没有执著的 那么当年 佛罗门巴拉丹子 他用一百个骂人的语言 来进行呵斥他 然后佛罗门女 有一个叫做扎登玛 是吧 扎登玛 扎登玛波罗门女也说 佛陀亲自给我 作过不经心等等 以不经心来作诽谤 但是佛陀的心也没有忧伤 而导致痛苦 没有的 所以当他世间所有的赞颂 或者对他毁谤 挖苦的语言 全部都是到了平衡 没有任何苦恶爱好的境界 到的这种境界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是习 虽然我们凡夫人 可能到不到佛座那样的境界 但是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 一个人的生活也会经历各种各样 这个时候用修行的妙药 修行的窍诀来进行 因此你不会伤心的 应该过得很自然 很快乐 这就是我们修行人 应该需要了解的一些窍诀 无论如何解快乐 我们应该怎么想 大家都在修行过程当中 不管怎么样都可以 我死了也可以 活着也可以 有病也可以 无病也可以 总而言之这些执著 世间人来讲不是这样的 有病不快乐 肯定是痛苦的 无病我肯快乐的 发财肯定快乐的 变成穷苦不快乐的 我明天死了不快乐 我活着长久我肯定快乐 我一百岁 很多世间人的念头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教法里面的窍诀 有这样殊胜的教言 有了这样殊胜教言 我们跟没有学过佛法的人 没有这方面的教言 想比较起来 面对这些问题和痛苦的时候 那真的是与众不同了 为什么世间上很多的 文学家 科学家 理论学家 他们平时说的天花乱嘴 处处是道 什么道理都是 他讲得非常好的 但是面对痛苦 面对私人的感情问题 死亡问题 疾病问题 乃至世间的种种灾难痛苦 讲到他头上的时候 他就没办法面对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 不管是看到国家主席也好 是各个国家的一些元素 他们集聚一起开会的时候 我都有时候在电视上也是觉得 这些人表面上看 城前上王无数人的树林 他们都是大君族 自己也觉得 啊 我天下大王 自己认为非常良好 其实内心 没有修行的境界 可能一个小杀命的境界都是不入 那这样 真的面对生了死病的时候 这些人也是很痛苦的 他的身体 也是照样肉体回生组成的 然后他的感受 也是平凡的我们凡夫人的痛苦 那这样就非常的可怜 因此在我们轮回当中 唯一释迦牟尼佛的教言 甘露 才对我们的人生 有非常大的利益 大家一定要 精进地修持 好 学到这里 作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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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较习 订阅 转发 较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